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孙颖莎夺冠幕后豪华团队曝光 两大恩师机长庆祝,打造新大魔王 孙颖莎在澳门单打世界杯,如愿夺冠 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距离大满冠指差奥运女单冠军 孙颖莎如今稳居世界排名第一 她连续夺得人川冠军赛冠军和世界杯冠军 再次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 孙颖莎越来越有大魔王的风采 在孙颖莎崛起的背后 她的强大团队立下了大功 孙颖莎曾经的主管教练是黄海诚 不过黄海诚在东京奥运会过后 因为回广东照顾家庭 主动从国家队辞职 孙颖莎不得不更换主管教练 国家队曾经让孙颖莎在河北队的教练杨广蒂 临时过来当教练 后来换成了陈琪 但是陈琪也离开了国家队教练岗位 回到江苏队担任总教练 最终 邱怡可成为孙颖莎的主管教练 巴黎奥运周期 孙颖莎打造了豪华团队 在教练方面 指点孙颖莎的不光是邱怡可 这次的澳门世界杯比赛 杨广蒂也来到了澳门 在女单决赛进行期间 邱怡可和杨广蒂坐在一块 为孙颖莎助威 在夺冠的一刻 邱怡可和杨广蒂都站起来 高举双手欢呼庆祝 两大安师都非常激动 邱怡可还和杨广蒂机长庆祝 孙颖莎这次只是参加单打比赛 她还和王楚钦 是中国征战巴黎奥运会的混双组合 所以 国拼专门负责混双的较量肖战 也经常指点孙颖莎 当然 李笋作为国拼总教练 也会指点孙颖莎 在教练团队方面 孙颖莎属于顶级配置 何卓嘉是孙颖莎的御用陪练 两人是河北队的队友 私底下关系很好 何卓嘉也是国拼中实力不俗的选手 有这样的抢手当陪练 可以帮助孙颖莎保持状态 王天忆在仁川冠军赛期间 也当过孙颖莎的陪练 让孙颖莎找找针对特殊打法的感觉 此外 孙颖莎有御用体能师王翔 不过国拼在外征战的时候 王翔经常不跟队 但是国拼会安排其他体能师 跟随孙颖莎 仁川冠军赛时 跟随孙颖莎的是资深体能师袁朝明 孙颖莎如今是中国女拼第一女单 作为00后选手 她正处在乒乓球的黄金年龄 有望持续辉煌比较长时间 曾经的孙颖莎被誉为小魔王 2024年的孙颖莎是时候向大魔王蛻变了 拿到世界杯冠军就是一个宣言 奥运种子排名 樊振东落后勒伯伦 林云如 孙颖莎王曼玉优势大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临近 中国乒乓球队奥运选拔虽然制定了详细规则 但最终解释权规拼携所有 规则只能是作为参考 除拼携的选拔规则之外 奥运种子排名也是一项重要参考数据 一定程度而言也将左右奥运选拔形式 巴黎奥运会的奥运种子位确认时间是7月16日 届时将根据世界排名确认奥运种子位 综合当前的世界排名数据 去除7月18日之前即将到期的积分 北极巴战有效积分统计 就能算出奥运种子排名的实时积分 若能确保奥运种子前二位置 即可自动分裂不同半区 以避免提前内战 南单奥运种子排名 1.王储钦6075分 2.马龙4110分 3.梁敬坤3685分 4.费利克斯·勒布伦3202分 5.林云如2886分 6.樊振东2682分 7.卡尔德拉诺2378分 8.林高远2245分 9.张本志和1790分 10.邱党1475分 南单王储钦的奥运种子积分达到6075分 领先费利克斯·勒布伦2873分 其优势相对比较大 基本奠定奥运种子前二位置 马龙夺得澳门世界杯冠军 获得世界排名1500分加持 奥运种子积分提升至4110分 领先勒布伦D908分 相对来说还不保险 根据国平南单奥运选拔规则 并不包含后续的沙特大满贯等赛事 那么就是王储钦 樊振东获得奥运单打资格 不过现在的形势比较复杂 应该要等待沙特大满贯结束后确定 樊振东在澳门世界杯止步八强 以至现在奥运种子排名 还落后于小乐布伦和林云如 梁敬坤在澳门世界杯早早出局 之前本来是看到机会 可是在关键时刻输外战 基本把机会打丢了 不过事事无绝对 梁敬坤还有一线生机 只是奥运单打机会确实不大 梁敬坤总的来说不太稳定 比赛又总是过山车状态 比赛总是自带风险模式 综合而言 南单奥运选拔仍有悬念 主要集中马龙 樊振东之间 梁敬坤更多还是辟卡资格 樊振东必须在沙特大满贯 战获足够的积分 至少建立起奥运种子排名优势 否则就真的难了 樊振东要加把劲 若是沙特大满贯还打成这样 恐怕就无缘奥运单打了 女单奥运种子排名 1.孙颖莎6400分 2.王曼玉5847分 3.王毅迪4552分 4.陈梦3222分 5.早田希娜2583分 6.陈姓彤1915分 7.申育斌1820分 8.斯索科斯1582分 9.阿迪亚兹1450分 10.张本美和1447分 根据国际拼联及WTT的赛程情况 7月18日之前进行的重点赛程中 有WTT沙特大满贯冠军2000分 WTT重庆冠军赛冠军1000分 WTT卢布尔亚纳球星挑战赛冠军600分 WTT曼谷球星挑战赛冠军600分 其中曼谷站在7月2日至7日进行 距离巴黎奥运会比较近 中国队的奥运参赛选手 应该不参加该战赛事 孙颖莎在澳门世界杯夺得冠军 斩获世界排名积分1500分 奥运种子排名的有效积分达到6400分 目前孙颖莎领先早田希纳3817分 这个优势已经非常大 即使后面还有这么多赛事 但是孙颖莎拥有着巨大优势 以基本敲定奥运种子前二位置 王奈玉在澳门世界杯获得亚军 拿到的世界排名积分是1050分 奥运种子排名有效积分为5847分 王奈玉领先早田希纳3264分 领先优势相对也比较大 综合来看 王奈玉锁定奥运种子前二也问题不大 接下来参加各项赛事本身还可以提升积分 陈梦在人川冠军赛澳门世界杯 拿到的积分都不多 目前的奥运种子积分为3222分 陈梦领先早田希纳只有639分 显然不确保奥运种子前二排名 本身国内的奥运选拔积分 陈梦就落后于王奈玉 奥运种子积分对外协会的优势也不大 可见陈梦竞争奥运单打的形式确实比较被动 综合而言 陈梦的关键当然是沙特大满贯 如果这战能够一举夺贯 那么奥运种子排名基本也问题不大了 国内选拔也能反超王曼玉 由此来看 沙特大满贯对于王曼玉和陈梦 就是决定性的战役 谁能走得更远 距离奥运单打就更接近